大家好,这里是小圆花姐,欢迎收看今天的视频 我们都知道养花最重要的一步就是施肥了 可是很多花又花了不少钱,效果还不好 今天花姐就来给大家介绍几种自制的花肥 功效翻倍还能省下不少钱 第一,花生壳欧土 花生壳欧土方法很简单 先把花生壳全部晒干碾碎 把碾碎的花生壳和土壤混在一起 装在袋子或桶里 加点水淋湿后密封放到有光的地方 半年左右就凹好了 花生壳也可以单独发酵凹肥 装在塑料袋里加水密封晒一到两个月 等颜色变黑后就可以半途使用了 花生壳燃烧后还可以当假肥使用 把燃烧后的壳压碎 需要的时候撒在盆面 可以让植株根筋变壮 病宠害减少,冬天还能防痛害 第二,梅渣加落叶欧土 我们先把落叶收集起来 晒干后捡碎就可以欧土了 如果有梅渣掺在一起 效果会更好 找一个大塑料箱 放一层土 一层梅渣一层落叶 装后密封 放到有光的地方 花椒三到六个月就可以使用了 这样的辅液土 可以促使绿植根叶茂盛 花茧抽出 花大色艳 第三,海鲜壳欧土 平时吃剩的虾蟹壳鸡蛋壳 碎骨头都可以用来欧土 补充大量的磷甲元素 促进开花 食用前先用清水泡几天 去掉里面的盐分 然后烤干碾碎 和土掺在一起 密封一到两个月就可以用了 这些壳类的磷甲元素含量多 月季茉莉 蟹爪兰等植物尤其喜欢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我们赶紧试一试吧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